看到三號花蓮強震之後 桃園中立南園二路上的移動大樓 柱子出現了一個超大X型均裂痕跡 市長張善政昨天晚上到場查看表示 這棟大樓的損害情況跟其他大樓有一點不同 來聽一下市長怎麼說 好 那根據瞭解這棟七層樓高的大樓屋嶺 已經有四十年 那可以看到一樓是一間生鮮超市 目前這棟大樓已經被市府判定是微樓 並且張貼紅單將所有的住戶緊急安置撤離 那市府也將會在今天調出當初房屋的設計圖 來看看到底是結構沉重的功能受損 還是有其他地方受到損害 如果確定是結構的安全問題 市府會判斷是否能再做補強 如果沒辦法補強 將會整棟樓拆掉重建